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這句就是以前看別人說的 到現在自己可以說 由以前觀眾的身份 變到現在是可以一起聊 變成其中一個主持 最大的得罪是什麼? 開心 所以希望我的經歷 就等於你將來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大家一起可以一天都有TOYS TV 大家一起感受玩玩具的樂趣 今天是第33季 第1集 我坐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要爭著介紹 阿滴跟我說 有愛 真愛 看到中間看著 專注和情深深深深眼神 我知道這個本名 是愛 那就是ZERO Unotolamangelo 這隻 菜羅 是嗎? 是菜羅 這個就是另一個版本 就是一個品牌 布魯巫 英文就是brokies 首先說了它是叫做職目的 它叫職目人 職目? 他不是無形 等一下說為什麼他叫職目 在講這個職目之前 這個就是盒 後面很簡單 一個很大的盒 盒就好像典型那些內地牌子 大食甲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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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轉鏡頭 就是它 拼起就是這樣 這刻用四 用四 用四 為何擺這個姿勢呢 就是 ZERO一向都在擺這個 如果你要打敗我 早了二萬年 不知道這個星期六還不可以去角龍灣 我上個星期還看到他出現 ZERO 是嗎 可能那個宣傳還未完 講回產品 這個產品的比例應該是沒有寫的 沒有 如果你跟真的鹹蛋超人去比 沒有得比 大概一比十度 跟人去比 但他是一個巨大超人 沒有可能有比例 如果沒有記錯 今年應該是ZERO的十五周年 接下來都會由他開始 就叫做New Generation 其實他最初出現的時候 都不打算叫做New Generation 因為實在之後出現太多 還有ZERO實在太受歡迎 太受歡迎 貫穿了整個月 首先講講ZERO有些特別之處 第一就是他是第一個真真正正叫做超人元祖的下一代 當然超人太郎不算 因為超人太郎在舊世代超和系列裡 他已經是超人之父的親生子 其他不是親生子 是隊員 因為他真的是超人之父和超人之母生出來的 就是叫做真是他的兒子 就是超人太郎 怎樣生下來呢 沒有交代的 另外呢 有些片可以下載的 另外一間這樣試拍的 真的嗎 是 另外也要講講 其實坊間也有些人講過 究竟鹹蛋超人 我們現在看到鹹蛋超人 他是真的這樣的樣子 還是這件只是他的太空衣 如果他是太空衣的話 那裡面究竟是什麼呢 不知道 這個題外話 講講ZERO ZERO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他在一個OVA版本裡面 他就是奧奧特拉7 就是七星俠的兒子 他就是Leo的徒弟 他最早出場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他這個樣子 他應該有一套裝甲 在訓練的時候 因為那件裝甲很重 為什麼呢 就是那個 限制他出來 限制他出來 當他脫了件裝甲之後 就變成天下無敵 很厲害 還有他也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就是 ZERO從來沒有自己一套的電視片集 從來沒有 但是他嚇串過兩次 他在JITDA和JITDA Z裡面都嚇串 但是很奇怪 他兩次嚇串 人們都以為他是主角 這個就很奇怪 好像布巴菲在星戰一樣 一出 搶光了鏡 還有我另外一個喜歡的就是 他真的第一個 有自己很獨特性格的超人 就是變了身之後 之前那些 他是人間體可能有一個性格 但是變了超人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性格 就是大英雄 一打就沒打 但是他這個真的很有一個性格 特別是他這句 你要打敗我 早了二萬年 就是輕挑 是的 真厲害 好 說回玩具本身 為什麼叫積木 因為這個已經組成了 我們看看盒子 看看後面 骨架 是 骨架 在這裏 一旁 因為他用一個叫骨肉皮的方式去處理 骨架 首先是砌骨架 然後再有些 其實肉和皮就難分一點 他就會再砌多兩至三層 其實手臂 看到剛才中間就脫了一塊 就是那個可能叫皮 這些他本身就是 可能是個授權問題 即他又不可以是模型 又不可以是 成品 所以就變成積木不韌 因為他的骨架是積木 其實接觸布魯河 是早期一些 反而是一些小一點的 Q版一些的 變金光 或者是鹹蛋超人 我都有買的 其實是變金光有買 鹹蛋超人 我就買怪獸 他是粉絲來的 也是一個內骨架 再套一些外殼 但是他有很多不同的新帽 新靈族 沒錯 如果時間關係 許可我們會介紹另一隻 再說一下蔡羅 有多棒 首先我覺得坊間出過的 包括BANDAI 今次有布魯河 之前3ZERO有 還有BANDAI也出過 烏魯河 Art Ultra Act 那個系列 SHF也出過 Figure Rise Figure Rise 有出過 我覺得他的真真正正 體態 和CCS Toys 你不可以和CCS Toys 和3ZERO一起比 因為我覺得不同一個界別 我覺得他主打應該是Figure Rise 和SHF那條線 我覺得如果我們去看 我個人的眼光 我覺得他是完成的 在比例上 是完成的 不如我們拿出來 我們不是比較 純粹看看尺寸 有比較就有傷害 純粹比較有尺寸 很多人會問有多大隻 這個就是Figure Rise的尺寸 這個是模型 這個是模型 這個都是模型的 其實 這個就大約1比12 SHF的尺寸 這個是稍微高一點 高了 也有一吋 也有一個頭 也有一個頭 那我們就拿走了 是 給券高度就算了 為免一罪大罕 我們純粹以貨品 首先 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很多 最基本的 就是一堆手型 不足一介紹 你知道的都有 中國這個是不是招牌手勢 Rock那個 他都有 還有這些是戰鬥擺姿勢的手型 拳頭 開合掌 他已經有了 這些不分開說 其實 他的可動是怎樣 看看可動 正常的 即是頭 基本上他的插法 完全是SHF的水平 絕對沒有問題 雙手可以抬到這樣 而這個 也都可以 都摺光了 未可以去到 摺光了 但是 都夠用 也有 腰 向前 向前 可以這樣 還有 腳 這裡 可以踢到這麼高 關節手感如何 緊不緊 舒服 舒服 不會太緊 不會太鬆 剛剛好 但他是模型 可以 他未必可以做到完全貼 因為可能跟那個設計有關 他要遷就他裏邊的骨架 骨架 再要加上外邊的皮 反而我覺得好 有時候有些太可動 會有很多穿崩位 還有腳掌都有兩折 剛才我們都研究過 沒有比較無傷害 他摺膝蓋的那一刻 是 漂亮得好 完成 無謂增添傷害 那就不問題了 大家玩就知道 當然 他的大腿裏邊有一個水平轉 可以再放多一些姿勢 另外 你說基本的活動 也好 另外 他的賣點在哪裡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 稍後再說價錢 你看到 我們很渴望超人 有些什麼 就是那盞燈 它是有的 是 看不看 看不看 你看到 射射呢 有了嗎 我靜絕了 有磁石方向 射了 射了 如果再碰 當然就是呼吸 閃閃閃閃 不夠能量 不用怕他浪費電 他會自動消息 他自動消息 如果我拿開手 還可以砌 當然 我剛剛還想幫他消息 因為超人 他想斬了幾下 就玩完了 現在就是 三分鐘 但不要相信他那個時間 因為他永遠都玩三分鐘 他打三分鐘之後 三分鐘又三分鐘 這個是第一個技術 第二個技術 就是 如果你玩ZERO 你通常很希望他有那套裝甲 這套東西 他是給你的 我覺得有點像粵劇 很容易裝 把頭脫出來 不用的 不用的 就這樣拿下去 我聽到一聲就很適合 聽到一聲 然後裝上頭 就可以了 當然還有手這個 不浪費時間 這套裝甲 這套裝甲 那套裝甲 如果你玩過的話 那套裝甲又可以變 不用擔心 是有的 這個 這個就脫出來 那個 好像弓箭 那樣的問題 左手有連那個 對 他有手 手已經裝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是戰 終極光之弓箭 可以有這個 好玩 這些如果被BANDAI 就暈眩見了 對 還有右手 當然右手也可以 把他頭的兩把刀 拔下來 那不是 這把刀出了 頭應該扁了 不用擔心 除了這兩個 把這兩個短的裝上去 如果是坊間 例如BANDAI出的那些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整個額頭脫掉 這個呢 就只是脫掉那兩折 有好有不好 這個就比較 適合情理 感覺上 對 但好像濕碎一點 那個就換得比較輕鬆一點 對 感覺上是很合的設定 對 不過也換得很輕鬆 這個呢 那當然你說 死光當然是有 手就連死光 這個就不花時間住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這個就是裝在燈上 對 這個可以變成 好 這些不花時間住 因為重點在另外一處 我們很快就這樣 都要脫掉 其實這樣刮出來都很放心 對 這個真的不用擔心 蠻好撕 蠻好砌的 我試過加了大裝甲 燈亮了 都仍然透了出來 這個光 磁石那裡就要麻煩一點 因為它多了大裝甲 這個很快就這樣 先換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接下來的造型都會很 跟著這個 我覺得這種玩法 是比較適合小朋友玩的 好 很開心的 另外這個 接下來要加的東西 就在我記憶裡 應該只有3ZERO出過 是什麼呢 就是 這件袍 它流浪 很流浪 這件袍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它穿了這件袍 基本上坐在太空星球的懸崖邊 就是暴京雲 暴京雲 是廣漫 我真的很相信它是差暴京雲 其實很多現在的IP創作 都是參考了香港電影廣漫 我覺得是蠻好的 不過希望香港的創作更加好 這件袍一定要在網上 官網 官網 淘寶天卯 才能買到的 這件袍是特別版 是送的嗎 是啊 哇 你去反斗城 大陸都買到這隻 不過就沒有這件袍 沒有這件袍 這件袍 你去淘寶買 通常有些代工做的袍 都是百多元 不過你看到它真的有手工 這些袍口全部都拆了 用人手拆了 才能做到這種好像黑衣 但這件袍為何吸引呢 你不要以為它是什麼 它這個呢 是有少少的內床鐵線 做到造型的 你可以將它固實一點也可以 固鬆一點也可以 這個是造型來的 哇 很肚子 但是要打 這個真的是 孤直 然後郭富城又出來 是啊 因為我很喜歡ZERO 還有最初的時候 很有趣的一件事 最初的時候 大家都很不接受 他是七星俠的兒子 為什麼呢 因為七星俠的頭 明明只有一把刀 但是他有兩把 但是最初說 為什麼七星俠的兒子 會有兩把刀 應該只有一把刀才對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外國人金頭髮生出來 都未必金頭髮 但是現在 大家喜歡ZERO之後 就會反過來問 為何兒子有兩把刀 為何爸爸只有一把刀這麼少 然後再問回 阿爺 阿爺是九把刀 阿爺不知道 現在不是每個人 要有人說 你是ZERO的老爸 以前就是 你是七星俠的兒子 去到第九代 就是九把刀 是啊 另外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看 我現在都期待 暴露可門會出賣 因為ZERO 他每一個上了位 有地位的 涵板超雲 有一件斗篷 他那件斗篷 是零零射射不同的 是藍色的 藍色 還要在這裏 有扣的 有六個銀色 有六個銀色 還有一件事未出的 就是那支拳像 那支手像 這支手像 ZERO有幾隻 變色 就是鑽色 紅色、藍色 我猜 鑽色 就跟那些 應該會是 應該會是跟那些 他出的這支 接下來那支 毒眼的ZERO 就是奸 那支 應該會有機會 只是換眼和換色 有機會出的 會不會套甲 跟其中一支出呢 不會 不會 不是吧 哈哈 這些謎團可以賣的關子 你繼續留意TOYES TV 半年內就會開股 真的嗎 是啊 那這支 你也算我了 因為這次 布魯可這支 ZERO 對於我來說 很漂亮 真的覺得性價比 真的無敵 還有他將兒童玩具的感覺 變成了我們 會賣的 是嗎 是啊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留意 還有看它的包裝 還是很像玩具 新穿的玩具 那價錢呢 這支在官網 我沒有記錯 是199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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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包了這麼多東西 連同店舖 不過要在布魯可的官網才行 在淘寶網站才行 是的 還有他現在賣到第六批 還有這個報 我那時候買第五批 等了他一排 才寄給我 今天剛剛新生鬼烈才能到的 這次這個叫做傳奇版 這條線叫做傳奇版 今天比較大 還有不是走Q版路線 這支是第三彈 第一彈出了ZERO 第二彈是ZERO的終極版 這支是第三彈 每一彈都有進步的地方 當然你說是否完全無邪可擊 也不是的 他有些事情可以談一談 希望他接下來的產品繼續改進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玩那個燈 那個燈 這個燈當然沒問題 當然是 但當他斬燈的時候 但他連眼睛都斬了 因為是同眼燈 因為他用了一個燈組 所以他連眼睛都要斬 因為如果在片集來說 他的胸口斬燈 眼睛是不斬的 要他分開兩組燈就會好些 這是第一 成本問題 第二就是關乎甲 始終他那個甲 你說跟BANDAI比 BANDAI的筍口 是真的會適合很多 BANDAI真的很厲害 這個他吸下去 我覺得有些位 比如說這些經常玩的 手甲 他經常都會掉出來 可能你下膠水會好些 會好些 但是現在 就算不下膠水 我都完全收貨 但是你說 夾了之後 是不是完全無縫 又未去到這樣的質素 等一下 你要記住 其實他是積木 所以這個 但是你說 砌完之後 我擺到這個造型 這個比例 我就覺得真是完成 很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 是布魯可做到的 是出油 新鮮仔玩具 就升格了大人玩具 因為之前他的公司 成立的時候 10年前左右 是兒童玩具的方向 然後出到這些 我覺得已經可以同大 就是兩父子 兩父女 或者兩母子 一起玩都可以 是的 之前我買過一個變形金剛 都是Q版的 新鮮拿出來看看 大小一點 小一點 這隻 中國同學也有這隻 等一下再介紹 那隻 就是這個 很小的 是呀 這隻我用一個 真的大便的時間 砌了 大便 小便 多久 15至10分鐘 先說Cero 這隻Cero 我覺得 你說用來玩 握上手 甚至用來擺姿勢 我覺得這隻真的無敵 OK 是的 好 今次介紹這麼多 希望很快有布魯可另一隻 的產品可以介紹 好 待會見